兩岸緊繃 退伍軍人被國軍點召累到爆 沒想到拿到新資袋 幾乎讓眼淚飆 仔細看 興奉一千多元 加上其他家籍有兩千七百零二元 問題是交通費來回各十二元 你沒看錯 就是十二元 這名少校退伍軍人還說 他家距離點召路程十五公里 坐公車要轉兩次車超過十二元 騎腳踏車也要五十分鐘 因此不論是搭公車 火車或是租腳踏車 都會超過十二元 他問問神通廣大的網友們 到底要怎麼樣用十二元 虧到家咧 十五公里 十二塊坐公車都不夠 但有人認著鼻酸 終於幫他想出這辦法 滑板是一個方式 賄賂別人嘛 可以親你一杯賣箱嘛 之類的 看有沒有騎摩托車的好心的朋友 說載他去一趟 說我只有這樣的錢 有網友搞笑點出真相 說那十二塊是給你走路買涼水的啦 就當行軍吧 有人笑說這是國軍叫你搭十一路公車啦 還說這是一瓶運動飲料的補助 省點喝吧 不過也有人認真給Idea 說在高雄用一卡通租U班 前三十分鐘不用錢 另一半段就坐公車十二塊 但到底交通費十二元 怎麼算出來的 有人瞄解答 你沒有提供居住地證明的話 就是公車錢 只給最低的就很合理的 據了解點召交通費十二元 是因為戶籍地或工作地跟報道地點 距離剛好只需要搭一段公車 在高雄舊市十二元 民國七十年底的很多軍中的一些舊的規定 也沒有跟上時代潮流 所以才會有十二塊錢的事情發生 物價奇漲國軍點召交通費沒漲 零到十二元合不合理 看官 自有判斷 記者這麼報導